今天的十分访谈 我们来关注一下 冠病疫情的最新进展 全球冠病确诊病例 已经超过了3000万起 死亡病例也超过了95万起 那么根据路透社统筹的调查 冠病患者的死亡率 全球平均水平大约是3% 那么在新加坡方面 我们的累计是 57000多个确诊病例 当中有27人死亡 患者的死亡率为0.05% 这个是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究竟影响冠病患者死亡率的因素 有哪些呢 那么又是哪些防疫措施 让我国成功地降低死亡率呢 来看一下早前和国大 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张艺颖教授的访问 新加坡能够保持非常低的死亡率 其实有三个原因 第一 我国受感染的人 绝大部分是外来劳工 而他们一般都比较年轻 而也没有什么慢性疾病 所以大部分都是轻微 或无症状的感染 第二 我国的医疗设备 特别是家户病房 从医院到现在 都没有应接不暇的情况 无论是谁需要家户病房 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被分配到所需要的医疗设备 其实当一个病人因病情恶化 需要特别的照顾 而因为医院太忙 没有办法安排医护人员 或医疗设备来照顾这个病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病情恶化而死亡的人数才会上升 新加坡的医疗系统一直以来 都没有面对到这样的情况 第三个原因 其实就是我国的医护人员 是受过非常严格和专业的培训 所以他们懂得观察病情 一般能够了解哪一些病人的状况 比较需要特别的照顾 来避免病情恶化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也邀请到了杜克国大医学院 新发传染病重点研究项目主任 王立发教授 教授你好 我们知道过去几天 本地的单日确诊病例 都少过几十人 没有太大的波动 这是否已经意味着 我国的疫情开始稳定了呢 教授 对 我认为就是说 只要没有上升 基本上下降 或者说保持在10到20例的话 那么我认为 基本上已经是稳定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要看的就是说 这些病例是怎么来的 假如这些病例是能够找到 它一般的传播途径 而且这个走向不是往上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稳定了 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说 假如有那些不寻常的传播途径 那么我们要引起注意 假如说一般是家庭的传播 或者说到了某一个地方 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10例20例每天的话 基本上已经非常稳定了 那我们是不是必须要维持长时间的 零确诊病例 才适合放宽整个阻断措施呢 我们来看一下早前何章教授的访问 要了解国家对疫情的控制 主要是通过医疗系统是否能够应付 和通过社区感染的趋势 新加坡在这两方面还可以说是表现得不错 不过假如说到放宽措施 就一定要看是哪一些措施了 一个国家在这冠状疫情的表现 其实得从如何在公共卫生和经济考量 这两方面取得平衡 所以即便新加坡能够维持长时间的 这个零确诊病例 也不代表我们能够放松一些措施 比如戴口罩或社交距离的措施 新西兰、越南和香港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 无论确诊病例有多乐观 都不能掉以轻心 好 针对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才适合放宽这个所有的控制措施 针对这一点王教授您怎么看 对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说在第一是看我们国内 现在国内在新加坡很稳定了 还有一个就是看国外 现在人讲到零风险 我在传染病上面基本上没有零风险 一定都要全世界假如说是病例清零了 我们才是零风险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稳定程度 还有一个是传播途径 假如迎新的传播途径来的话 那我们就还不能放松 是 其实讲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说在过去 尤其是这一个星期 有些餐饮场所业者是因为维力被罚 那也有些业者反映说 现在是很多的食客并不愿意配合 这算不算是一个反映说 现在的公众防疫意识 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弱 而且这同时是不是一件 值得令人担心的事情 马上来看一下 其实每个国家都面对着 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不断地提醒公众 对疫情的意识 不要有疏忽或放松的现象 还是需要保持警惕 全球的确诊病例 其实根本没有下降 反而是不断地一直在上升 而原因是很多国家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疏忽了 也开始觉得他们的政府 没有权利剥夺了他们的人权 而继续他们的聚会 不戴口罩 甚至有些地方举办大型的示威 也有一些国家 虽然设定了抗疫情的法律 却没有监督与执法 所以人民过了一下子 也就不遵守这些法律了 新加坡到如今 还是能够控制疫情的发展 大部分是因为国人一般比较遵守规则 也因为政府不断地强调我们个人的责任 政府也很肯于监督与执法这些法律 所以就是从这几个方面 新加坡的表现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不过这非常地需要人民 大家一起的合作 这和我国之前广泛使用的 鼻咽式子样本检测有什么不同呢 我之前在一些报道说 看到说其实它是效果 那个成绩出来是更快的 但是准确度以及是否更有效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王教授 对 这两种方法的检测 就是说实际上从它的操作方便来说 那么兔业肯定是要方便 可能成本也会下降 然后也许就是说 不用专门的专业人才来取样 就是说被怀疑的人 就是说要检测的人 可以自己取样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现在它的缺点 就是说它的整够的准确率 跟它的有效率 实际上我们还在研究中间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不能说 它跟这个BN式子是同样有效 所以这个科研还在进行 而且好多的公司企业 都在开发不同的诊断的产品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兔业作业中样本来检测 是有它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要大规模用的话 也许还是有点早 那么全球各国研发疫苗的进展迅速 上个星期牛津大学 在英国的一项疫苗临床实验 就因为接种者疑似出现了副作用 而一度暂停 那么消息传出之后 引起了人们对于疫苗安全性的疑虑 是 目前我们也知道说 有多个疫苗已经是进入了 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了 那么中国跟美国都希望 在11月份就可以有疫苗上市 那这一个阶段的试验结果出炉 我知道刚才其实教授有提过说 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要求 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是我们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 了解这个疫苗的有效性 安全性 而且进一步的争取 能够大批的量产使用 教授 对 因为这个临床三期 这个就是说进行的这个试验 已经是大规模 一般都要上万 一万到五万 那么从这个两个 你刚才提到的 一个是安全性 一个是有效性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安全性实际上 比较容易来这个评价 因为你这个一般副作用 就是说你假如有一点点发烧 或者说没有大的问题 那么这就叫比较轻的副作用 那么有些是比较重的副作用 那么上两个星期 就牛津大学这个疫苗 就是有一个病例 有一例不是病例 就是疫苗的这个试验者 有比较重的副作用 但是这个重的副作用 是不是跟疫苗直接有关系 我们也不清楚 假如你随机在社会上 抓五万个人的话 那你观察它两到三个月的话 也许这些人本身就发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临床三期大规模做的时候 有副作用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是跟疫苗有关的 还是随机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认为安全性 我是觉得就是说 每个国家 每个开发商做的 肯定是到位的 那么有效性的相对来说 就更难一点 那么就是说 要盼到这个疫苗 是不是有效 你要看它是 再被感染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就本身 就是这个概率就很低了 那么就是说 你是注射了疫苗 不被感染呢 还是本来就没有 被感染的机会 所以这个有效性 相对来说要难一点 那么第三点 我还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我刚才讲到 有效性跟这个安全性 都是那些就是说短期的 就是说今天打下去以后 是不是一到两个星期 有那个负责用 不良反应 那么这个我认为 是短期的安全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长期的安全性 那么这个又是很难确定 就是说要通过时间来 来就是说认证的 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么说 就是说现在媒体认为 就是说这个新冠 这个疫苗的开发 由于中美之间的竞争 或者说大家这个觉得 怕有安全问题 这个我觉得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这个 整个世界的透明度很高 所以之所以那么快 跟平常的疫苗相比的话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投入量很大 每个国家的投入资金 都是几一几的投 第二像我们这些科学家 现在都没有晚上过周末了 都是就是人流转 所以我们的工作强度 远远增加 第三就是说包括 我们的国家的HSA 美国的FDA 就是审批过程 也是开瑞登 开快车 开快车 不等于这样的标准 所以对你们的这个听众来讲 我觉得你们可大可以放心 就是说 在这个短期的安全性 跟短期的有效性 这个肯定要保证 才会疫苗会上市 然后会大规模使用 至于长期的有效性 跟长期的这个安全性 每个疫苗都要几年以后才知道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区别 好 非常谢谢这个王教授的分享 谢谢 谢谢您 当然我们知道说 针对这个疫苗的研发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未知 但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 为你追踪报道 对 广告过后的亲子专题 我们来看一下 要聚焦 了解一下 孩子们为什么会产生 分离焦虑的情绪 而家长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安抚他们的不安情绪 请你锁定 稍后见